詞曲 李宗盛 代表女國平權貼作組來參加這個計劃 很感謝開分今天邀請我來做一個小MC的工作 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簡單的流程 我們主要是分了兩部分 第一部分我們會邀請了一些參加者和嘉賓 來跟我們做一個交流會 一起分享大家的經驗 在第二部分下半月的時間 我們會做一個小組的討論 大家會被分派到不同的小組 一起就著一些問題討論、交流、認識大家 希望大家今天整個交流會都會有所得益 時間關係 事不宜遲 我首先想請 薛芬婦女動力基金行政總監 Judy 簡佩坤 來跟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大家 大家好 很感謝大家今天在星期六的下午 又面對疫情不穩定的時候 都來出席我們的以猶人之力帶動改變 工作的女性基金會 我們的捐款是由民間而來 能夠有大家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支持促進基層和邊緣 女性的平權工作 相信在過去的日子 特別在過去的一年半 我們都經歷了很多難關 大家都會身心疲累的時候 但是還要不斷地去尋找一些資源 可能你和我都會滿載負能量 也會對同行的夥伴有很多怨言 有時甚至會覺得很難走下去 在很多年前 Her Fund已經開始有不同的能力 團體能力培訓 例如籌款技巧 計劃管理等等 去到2017年的年尾 我們就建立了Her Hub這個平台 除了撥款之外 我們都希望透過啟發學習 重點培訓和凝聚力量三方面 去到令到我們的資助夥伴組織 可以共同地成長 而在這段的期間 我們都發現邊緣女性組織的帶領者 面對很多不同方面的挑戰和壓力 這個可能是源於 他們本身的邊緣社群身份 所受到的歧視 繁重的工作 爭取權益過程的精神消耗 以及她個人和位置不同的身份 而在這個社會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追求成效 效率、結果 帶領者可不可以在出現身心疲累的時候 靜下來去到想一想自己和組織 究竟怎樣可以繼續發展呢? 領袖是否一定要是最快、最好和最高的呢? 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呢? 在過去的一年半 我們嘗試進行了 具性別角度的團體領導力培訓 到了今天 我們準備展開下一階段 在之前 我們想和各位分享一下我們的進展和學習 一起交流 同時間呢 有機會給我們收集一些意見 讓我們在未來的幾年呢 能夠做得更加貼地 更加本地化 雖然呢 我們今天只能夠用zoom去到進行 但希望呢 大家仍然能夠熱切地去交流 在最後 我好希望趁這個機會 去到多謝這一段路上 一起同行的參加者 Working group 的成員 Facilitators Partners 義工 Intern 同同事 還有今天幫手的獨立媒體 Nader 文義 Janice 余太 Phoebe 和分享對談的嘉賓 余仔 和Sarah 多謝 好 好多謝呢 Judy呢 和我們 歡迎我們來到這個活動 那麼呢 其實呢 柯芬呢 在過去這一年的活動 那麼 我們 由上年 六月開始這個program 那麼其實有成 十四個性別組織 一路去參加著這個活動 那麼其實呢 柯芬呢 都做了一條短片 那麼就去記錄大家的心路歷程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會先播這條短片 去看看這個過程究竟是怎樣的了 旅角呢 英文是 Last Corner 我們是一個本地專注做LBT Women的組織 好 我們呢 我們呢 主要做社區經濟 而且呢 是以天水為社區為主的 我們培訓街坊呢 去面對或者去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 這裏社區發展網絡呢 其實是一群街坊組織 然後就希望由下而上去改變一些決策 去令到自己社區自己救的基層體 我們是去年參加薛芬搞的Feminist Leadership培訓計劃 這個 是 Feminist Leadership 我們以為是真的會上課 這樣說 或者這樣做 然後我們就會強一點 但誰知道一上課就學一些 你要去找自己的需要 你會不會有些東西 忽略了 沒有懷疑到 有沒有專心聽別人說的 有沒有很多評論 我猜香港的社會服務界 其實少去想 目標為滿 做到就行了 做不到 我們在中間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Feminist Leadership 本身就是看過程 我們的社會 最大的問題是 所有人都很困難 和很累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參與 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工作 都是我們做了一天的工作 下班之後 然後晚上去另一個地方 做第二份沒有錢的工作 很多時候 因為你想一些事 更加快一點 你會開始很麻木 做我做 好,投票我投 所以完全是沒有時間 和沒有心機 去想其他人的感受 沒有時間想自己的感受 對自己 或者對社會 或者對團體之間 很多行動 要很急 要很快 要很衝 其實你不自覺 或者有時候 你會造成了 一種很暴力決策的人 我會 我覺得 Feminist Leadership 這件事是一種 任何的性別 或者任何背景底下 一個 當你希望 一個公民社會 可以更加進步的時候 這個是必須 或者都很值得 我們一起學習的 集體的修為 它是容許很多空間 讓我們去檢視自己 也檢視團體 其實很多的內在資源 我們可不可以去想 如何去決定 共同的決定 我們這個社群 其實下一步 我們的願景是怎樣 我覺得我們參加完這個計劃 我們勇敢了 去說這番話之後 這個會是有少許融洽了 不是我要去批鬥你些什麼 而是我說出來 是大家都變好了 那個少許的參與 其實我也覺得挺開心 我覺得 雷正主義的組織方法 其實不僅僅是 一個團體NGO 其實是 你說的推動民主社會 這才是我們最終 令到大家 一個平等對等 和一個真正永續的社會 我們接下來 就有一個小小的交流訪問環節 坐在我身邊的 就是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的召集人 是 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認識Carmen Carmen 你不如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是的 大家好 各位朋友 很開心今天就來到 影邀來到我們科分這個 技術別角度頂刀力的 培訓分享會 我也是一個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來自關中年、關學年、關草年 即是統稱關宅的同事 是的 我們就著重基層的生活 草根聯盟 是的 我就是2010年開始加入這個關學年 是的 著重就是 著重就是 不好意思 有些緊張 有些緊張的 真是不好意思 對 著重是培訓我們家長關注學童發展的權利 以及推動我們家長學童 帶動社會的發展 是的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聊天環節 大家輕鬆 我們很多朋友都是我們一起上課的學員 你記得Carmen當時 究竟為什麼你們會參加了 婦女主持人這個活動 當時是怎樣找到這個活動 為什麼會參加的呢 這個就是 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是的 應該是2019年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機構有一個社工的三馬 她就知道有這個科芬的信別角度 領導力的培訓這個計劃 她就找著我 她說 她說Carmen 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不如我們一起參與 對 我想一下 對 對 性別角度的領導力 是婚男女 還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很好奇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一起參與了這個計劃 我也明白 當時我聽到性別角度 都在想 即是怎樣呢 女生的角度去做領導 還是怎樣呢 你記得我們整年的過程 參加了這麼多課 這麼多活動 你有沒有一些課堂 或者什麼時刻 你是最深刻的印象 即是你覺得 真的很特別 這個時刻 現在回顧一下 就是 自從我們參加這個培訓以來 我們也有 四課的理論課 理論課相對來說 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比較抽象一點 還有一些事情 是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是的 在當中的過程當中 就知道 原來 原來 原來是 那個領導力 是非暴力溝通的一個模式 是的 但是 我當時 應該是怎樣說呢 自己想去吃錢的時候 是很 很硬性 好像很著意去做這件事 但是 但是 到了後來 因為疫情關係 令到 那個 工作坊停止了 但是 我們自己 關閘也搞了 一個叫做 三次的工作坊 三次的工作坊 以及也請了 阿芬娜 的導師 來幫我們帶著走 這個叫做摩住石頭個河 但是她那個工作坊 是比較落地 比較好 很淺意地 讓我們所有參加者 能夠很淺顯地去理解 以及去攝影 到 她那個叫做 一個叫大附庸 一個遊戲 以及一個叫做 方舟求生 兩個遊戲 就是讓我們去感受 那個揭拆者 如何公平公正 去做一個 做一個很 很共識的揭拆 這樣 當然 過程當中 是沒有分對錯的 是的 這個過程下來 我覺得是 之後就會令到自己 很順暢地去做一件事 而不是很刻意去做 嗯 都明白 即是那時候 聽講課的時候 可能一些理論 都未必這麼認識 但是可能 我們透過一些 玩遊戲的方法 舉一些例子出來 就會令我們大家都 都容易明白了 原來是這樣的 那你們機構本身 就是有沒有一些 有沒有一些困難 就是本身工作的時候 大家相處是怎樣的 那時候 會不會有些位置 很想改善 但是 一直都沒有改善到 那時候 這樣呢 我當時應該是說 我們關閘 說真的那句 就是一個 很多社工 但是又很忙 很多事做 還有根本上是 去到去忙我的景地 大家都做到 沒有日沒有夜的感覺 好像是忽略了自己 是的 因為我也想舉個例子 譬如關學聯 我們2010年開始的時候 去到2013年 是有一個社工做組織工作的 但是他要踢三個地區 譬如太子、上水、天水圍 天水圍 三個區 那我就看到他 從周到晚 真的很忙很忙 還有很多事做 看到他是整天不夠睡 還有會整天病 有時候會 因為經常說話 經常開組 令到他開不了聲 是的 給我的感覺就是 是不是 做到這樣的情形之下 我們其實有沒有方法 或者是有沒有 其他渠道 可以令到大家 都會舒服一些呢 是的 還有看到大家 都是匆匆忙忙 好像打仗一樣 是的 究竟我們這樣的情形 是用什麼方法去改善的呢 所以就參加了這個計劃 有所期待 嗯 我想Carmen剛剛說的 組織裡面 人們要很衝 很忙 我們其實都很目標為本 要做那件事 就快快快去做好它 哪有時間說這麼多其他事情呢 我們首先就是要做好 然後就 那個同事都很辛苦 搞到自己 就是精神的疲累 其實是會令到自己的身體 都出現一些狀況 是不是 就是真的很辛苦 很緊迫的態度 嗯 我們其實都學了 一年有多這樣 你會覺得 有沒有 有沒有不同了 其實現在有沒有帶來 一些改變 就是無論是 你自己也好 又或者是整個組織來說也好 有沒有一些改變發生了呢 嗯 一年以來 其實說改變 或者是感受 是很多的 是的 但是因為事故間 我不可能逐行逐行逐行說 我只能抓幾樣 你說出來 譬如我個人的改變 其實我也是一個 匆匆忙忙很多事情做 都是工作抗慮的 我是不會讓自己休息的 是這樣的人 是的 無論在家庭生活上 或者是工作上 我也覺得 我是停不下來 令不到自己停下來 是的 曾經是因為這樣 是不能睡覺的 但是天光日 我又衝衝忙忙去上班 是的 我是不會累的 都不會覺得自己 原來我沒有休息 沒有這樣的感覺 是的 但是最近我就發生一個這樣的 有一個個案是怎樣呢 有一個個案是她是 好像我這樣 又是很匆忙 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她都是因為壓力大 工作多了 令到她是不能睡覺 有三個月的時間 她因為頭痛了 就去求醫了 求醫 但是醫生跟她說 你睡不著覺是不行的 很不行的 你這樣又沒有休息 又不停在那裡轉 機器都會懷 這個街坊 她入院之後 是鬧院兩個月 醫生都斷不了她是甚麼病 她只是睡不著頭痛 是的 最後她是要去精神科 是的 一個很精靈 很工作的人 會令到她去精神科 給我去很大的景象 就是這樣 是的 我都很感恩 苛芬這個計劃出來 我很快就參與了 是的 原來在自己未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前 可以令到自己 有個機會去令到自己 學習這個放鬆 或者是關注自己 國策自己的機會 是的 因為這個工作坊 我現在說真的 我每一天 我都會 應該是 先頭 還未懂得這麼自覺 是很刻意去放鬆自己 但是因為 在阿芬娜大約三次工作坊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是很自然地 令到自己很進入一個 每一天 每一天晚上 自己洗完澡之後 會給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自己 請我先生就出去聽到 房間是我的 是的 我是自己 給自己淨收 是的 梳理一個整天以來 就是整天以來 我工作 生活 情緒 我要梳理一遍 梳理完之後 我發覺我舒服了很多 情緒也很平靜 我可以睡覺 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得著 是的 這樣很好 真的每一天 有一個靜心的時間 給自己 梳理一下所有的事情 現在那個 是不是沒有那麼充 睡眠質素也好一點 早點睡 是的 思想上來說 就比較沒有那麼堅固 比較順暢 而且在健康方面 說真的 真的好了很多 好的 起碼我睡得夠 是的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們機構 機構說真的 剛剛也說完了 大家都很充很忙 還有很多工作 但是呢 我現在就是因為 康芬開始以來 到三次 阿菲娜帶的三次工作坊 我看到我們的同事 社工 機構的所有人 當然會懂得要 kiş還NG 他們給它們去關顧 配 работать 無敵 他又要感覺到 對方的需要 或對方的感受 然後 你看到大家 會發自我 怎麼名被擅估 原來社工為了這麼多機程 其實他們都要休息、放鬆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大的改變 我看到辦公室的氣氛是和諧、互相溝通 並不是老人、老人、老人 應該是新舊的同事 都可以用溝通的方法很融洽地去過渡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大的改變 你講得很對 因為社工本身是要去控制人 去幫助社群 但其實自己都要先照顧好自己 然後你才可以繼續走去幫助和幫助其他人 你會否都期待後康芬繼續做 說真的那個期待就很大期待 因為畢竟靠幾次的工作坊和幾堂理論課 是很難去深入去深化這個課題 我也希望康芬這個計劃可以繼續 可以令到更多的團體 或者我們現在已經參加的團體 可以令到更深化的過程 謝謝 你剛才說得很好 我想其他人都很心同感受 有參加過Hervan workshop的人 其實我想不同的組織 多多少少 無論是自己也好 或者組織裡面的人的關係也好 都真的有改善 就像我的組織一樣 很明顯大家的關係都暢順了 可能以前會多些爭吵 或者根本都不理人的感受 做到就可以了 但現在真的 原來真的有個改變在 不單是我們有來討論的人 甚至我們沒有來討論的其他幹事同事 都和合了 相處好了 所以我也希望開分之後 可以繼續做多些這樣的計劃 其實我也想分享一下 補充分享 好 因為是怎樣呢 原來我們機構 是做了一個叫做基層政治學院 其實是這個科分的延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當然我們會維持 暫時計劃是半年 希望培訓多些街坊領袖 去推行非暴力溝通 那很好 不單是自己 我還將我學了的東西 延伸到去給其他會員 街坊 他們都可以學了 自己得益 然後再去準備其他人 是 好啊 今天很感謝Carmen 余太 跟我們的分享 我們之後會有第二部分的分享環節 我們現在就少休五分鐘 我們一會兒會回來 好 歡迎大家來到基層和邊緣群體 領導力的經驗分享 對話和交流 我是Vibi 負責今次環節的主持 這次分享主要是想請你 一些從事過基層和邊緣群體 領導力培育工作的朋友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實際經驗 多謝大家三位來抽空 參加這次分享經驗 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就想講一下這次分享的安排 這次分享大概是45分鐘 我們就會跟三位對談一下 30分鐘這樣 然後就會有十分鐘的問答 討論環節 大家一邊聽的時候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意見 都可以在討論區 和討論區上面 打上你們的問題 或者你們的意見 我們就會由工作人員 整理一下大家的問題 然後一起就會去答一下裡面的問題 和一起討論 還有就是Sarah 將會用英文作答 所以如果需要廣東話即時傳譯的朋友 你們可以在Zoom版面上的地球標誌 地球標誌選擇廣東話聲道 如果需要技術支援 就可以和我們聊天室的聯絡技術同事 以及敏儀尋頭幫助的 那好了 那現在呢 不如我先介紹一下三位嘉賓先吧 那首先呢 就是Fish 羽仔葉佩儒 他是家務工的工會組織者 也是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 和香港家務工會聯會發污的創會組織者 羽仔跟家務工已經很多年 就一起很努力地希望建立一個 民主會員制的組織去動改變 那另外就是Sarah Sarah Sarah是社會創業家 她也都創立了Local Motion 就為一個非貿易組織和社企 提供義工服務配對的平台 那她現在就走職在 Resolve Foundation的項目中間 那她們Resolve也都在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社會公義肉財計劃 那邊緣社群的帶領者呢 去培訓他們作為社會的變革者 那今年的主題就是 那另外就是Jade Jade就是我們 負責統籌向黑門力培訓的計劃的 那就很了解 基層組織在對外發展和內部管理方面的挑戰 那現在就在策劃中 即是一直就是幫忙 策劃具性別國度領導力這個計劃的 那多謝三位來到和我們分享經驗 那不如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好 那首先想問一下三位講者 當我們在講基層和邊緣團體的領導能力 其實你們大家對於這個領導能力的理解是甚麼 那或者可不可以大家講一下大家對於領導力的看法是怎樣 我先 大家好 那我很高興 多謝香芬 今次請我來和大家分享 其實我很希望可以看到大家 可以向大家學習學習 那講起一個人有沒有領導力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不是要一個聰明的人 那些年年考第一 好打得志為那些 大家都知道一定不是有領導力的人 那我們在講 我經常都覺得一個有領導力的人 是那些很活潑、很活躍、又八卦 又到處會說話 即是好像我這樣 和大家這樣 因為很活躍 所以能量又高 所以樣子都比較青春 那這些 我們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這樣 最主要就是 譬如我們會聽聽身邊的朋友仔發生了甚麼事 會觀察一下周圍環境有甚麼事發生著 我們會去反思究竟我們這個處境 為甚麼會這樣 進而去想想是否有些政策 或者有些政權 或者有些社會權力的問題 去想想我們可以有甚麼做 我經常都覺得一個人有沒有領導力 好像一個 大家有沒有讀過物理呢 有粒字呢 有一個粒字移動 就會令到其他粒字移動 然後就會有化學作用 所以有沒有領導力 都類似是這樣 如果我們有一個能量去動 推動其他人去鼓勵 鼓動其他人去動 社會會有化學作用 令到我們可以有一個改變 甚至是一個改革 令到我們的處境可以有一個改變 令到身邊的人都有一個公平和合理的待遇 以前呢 我做了很多年 我們以前經常會唱首歌 那些姐妹都很喜歡 就是姐妹妹站起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唱 最後一句就是 大家會唱得最大聲的 初次提聲就是很簡單 若年是一心執旁大聲音 必定有呼應 若年是一心執齊合聲音 必定有反應 就是這樣令到 希望大家都可以活躍一點 樣子又會青春一點 然後就可以令到大家都有種鼓勵和鼓動 去做一些事情 多謝大家 那Sarah呢 Sarah 有沒有 謝謝Pho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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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講英文 謝謝Phoebe 謝謝Phoebe 我會想說 謝謝Phoeb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ve definitely noticed working with our fellows and and this particular community is that they they have their strength actually in leadership is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really compelling personal stories and this is often comes from the lived experiences that they've they may have experienced through their lifetime and that gives them that that passion and that devotion to the cause that they are Tackling and trying to advance and quite often. I think that a big part of leadership is being Being able to tell those stories and as a result being able to raise awareness to to the issues that they're tackling and also inspire that the people around them through these through these stories and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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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ons So I think this is one thing I we definitely see in a lot of the the leaders and within these communities I think sometimes the struggle is that They may not have the same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or also for example networking or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Maybe sometimes skills or even knowledge and I think and this is why I think a really big part of leadership is potentially to You know bring people together like I think as fish that kind of mentioned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necessarily have to do alone and that there's I think something called communal leadership where you actually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you can use this as a chance to exchange knowledge support each other and actually work towards achieving your mission or vision as a team opposed to one person individually Sorry, so So I do think like a big part of talking about leadership is is tackling something collectively as well as individual so just to add on So just to add on 好 Jay, that Jay, you have any questions? Well, I can share with you. Especially when you two of them talked about it, it's very common. I just said it was very common. Also, we have a couple of questions about the We have to say it was very common. First we have to tell because we are We have to say that it is not much more common. We have to say that it is just the key kind of 所以我們說的領導力 其實就不像藝術這樣說 我們不是要培育一個高高在上的領袖 不是要培育一個 他是最厲害的 說話最好的 而是我們說的 那個領導力就是回到他自己 和他個人身上 他就是個個人領導自己的一個人 因為我們平時一起同行的組織者 他們既要去面對一些 去爭取權益的工作 去砌議題 內部又要有很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好像剛才雨仔提到 大家要聯合起來去想一個社會那邊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我們一起去合作的機構 他都會將這件事擺在最高最高 然後將他自己個人的需要 個人的感受 如何看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 擺到最低最低 因為其他東西才是最重要 我自己是不要那麼重要的 其實我們就看到這個現象 於是就想 其實是否可以有多一個角度去看 如果那個人 好像海綿那樣 他真的很有猶人力 當面對我剛才說的很多外部的問題 其實查爾提是很困難的 尤其是現在的社會 另外人與人之間有很多壓力 那怎樣可以像一個海綿那樣 遇到外面的一些壓力 他都可以彈起 而不是一按就扁 其實就是我們HERFUN 去搞這個領導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回到他自己的身上 去想一下他的需要是什麼 他有一個空間 其實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空間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 剛才的所有事情 所以我們培訓就是去創造這些空間 讓他們去想多些 去有多些自我覺醒的工作 那我們用的手法有 剛才余太也有提過的 寫敞溝通、正念這些方法 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所以今天就很開心 可以和你們一起去探討多些這個議題 其實大家都說到很重的一點 其實每一個人個人的能力 尤其是邊緣群體 一直走來其實都不容易 也都不是說他們個人的能力 是不足的問題 而令到他們在這個邊緣的位置 反而正正在一個邊緣位置 這麼困難的時候 都能夠組織起力 能夠不認命 也都仍然覺得我們是有改變的力量 其實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大家都有說過 其實自己不認命 或者自己有改變 其實也都不足夠 也都是自己的改變 也都帶動一個群體 一起去發聲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才可以把自己弱勢的位置 都仍然可以發動一些社會的改變 這個個人和團體的關係 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也都有說過 在我們想策動社會改變的時候 有時候都要想回 其實每一個群體裡面 每一個個體 都是有獨特的地方 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他們有不同的故事 又有不同的背景 所以當我們要一起去組織起來的時候 也不要忘記每一個人 其實他的需要 他的感受 這種互動的關係 其實在組織 即基層和邊緣群體的領導力裡面 我覺得是更加重要的 反而我們在坊間 經常看到領導力的培訓 永遠都很著重你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而不是一個能夠 和別人一起同行帶領改變的 一個改變的一份子 所以三位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究竟為什麼我們需要 在基層邊緣群體裡面 有些什麼其實是很需要去著重的 去培養領導能力的呢 那是我先 那少許回應 其實正正是邊緣 正正正是邊緣我們更加需要 即是 那些朋友一起 因為 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 或者我們是很少的 我們是需要這種互相幫助 那當然做得 團體或者組織裡面的 子妹妹或者領導的朋友 他 他是會有一定的犧牲 貢獻 希望有些改變 以此同時 其實他是必須要開心的 組織 他會覺得 他要是 會是可以 有一些東西 是 可以潛質發揮得到 那才是一個好的組織 那我過去都是做家庭 做家務工 還有外傭的組織 而這些的姊妹全部都是一個 私人家裡 不是要挨家挨戶 去找他們出來 所以我們過去做的 比較多的是 那個基礎建築 即是在每一個社區 社群裡面 可以有一些小組 小組 小組 有很多領導力的姊妹領袖 雖然有時候 我都不太習慣用這個領導力 英文我們會用這個 說容易一些 但是中文我們很害臭 或者我們叫骨幹 理事 我們希望這個社區 社群裡面有很多 這些骨幹 理事 那令到其實大家去分擔一些工作 而不是一個人做完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要去 去找到 要去挨家挨戶 這樣去跟別人聊天 去建立一個朋友 就是關係 然後再慢慢跟他聊天 可以 就是 就是看一下他關心些甚麼 需要些甚麼 然後呢 就是有時候的姊妹 尤其是在一起的姊妹 就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害臭 經常都說自己說話不行的 那呢 我們 我以前就會用一個 旅行系統 就是兩個一起 去做一些分享 因為你家裡煮東西吃 就當然是老公說你煮東西不好吃 但是來到我們公會 就很開心 那些姊妹說 哇很棒啊 那令到她很高興地 就會再幫忙多些東西 那就是 我認為她會去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 的工作 那麼 簡單一點 就算了 我都可以說一點 對 另外我們其實都很重視的 就是那個多元 就是剛剛 我們也是一種 集團的 是很重視的 但是我們做 我們領導力培訓的過程裡面 其實每個人的性質都很不同 每個人的特性都很不同 他們來到的時候 就不是我們一個導師 就高高在上地去教你 或者告訴你什麼事情 有性別角度的領導力 反而我們就很接納 每個人都很不同 反而我們就給了一個空間 他們來到這裡 大家去互相學習 去怎樣尊重他們 大家不同的個性、背景 去找一個最適合自己 去領導自己的領導力的方法 好 謝謝你的分享 首先不如我們談到這裡 不如我們停一停 在這個分享環節之前 我們發了兩個問題 問參加者的意見 大家有沒有去 我們那個問題的結果 我呢 可不可以 好 其實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組織 重視培育基層 和邊緣群體的領導力 其實都看到 有差不多47%的人 都認為重視 有26%的人 都是十分重視 這個都很正常的 因為 來得我們參加 有興趣的這個活動 當然是會很 對這個 很有興趣 但是呢 就到第二條問題 就是關於培育基層 和邊緣群體領導力 你遇到最大的困難 是甚麼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最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時間 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我們其實 資源不足 很慢 資源不足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 最重要的因素 其中第二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 不知道怎樣推動 不知怎樣推動 其實呢 不如我們就著這個問題 去 大家再談一下 大家的經驗 是怎樣 就是 很多同 就是我們參加者也好 我們 那些團體也好 其實都有反映過 是呀 我知道 我知道 其實要在組織裏面 培育一些人 要很能幹之餘 又可能 要可以體現到 組織中間的理念 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要怎樣入手呢 就 忘無頭緒 那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各自 自己組織的 工作裡面的實際經驗 去講一下 有些甚麼的策略 是可以 可以嘗試的 這樣 這樣 Sara 先吧 OK 謝謝 所以我認為 一的 方式是 其實很連結 非常完全是 什麼 這其實 是 一個 政治 這個 很多 我們 經濟 做 我們 體力 我們 授 除 よろしく 以教育的 converges energies and what we do in the fellowship is we we take them through human rights education sorry human rights education campaigning skills 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we we with these three kind of key components we have workshops so we we have eight workshops over an eight-month period each of those workshops actually look at specific skill sets that we think people within this community need to develop we also have mentoring because I think as everyone mentioned sometimes actually having that extra person or like a role model in some way that you can talk to and you can gain and exchange knowledge with and gain support as well from is a really important step for leaders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then also we spend a lot of time actually developing a leadership roadmap and so this is actually helping or supporting these community leaders to think about their long-term goals so this is over a five-year period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ve sort of we've determined actually through our or talking to our fellows and also our mentors and people within our community is six what we call six key learning enablers that we think build effective leaders and so I can share those six kind of things with you so the first is actually as everyone kind of shared around self-care so really looking at thinking about your private and public self your boundaries and also become more self-aware of what you can and can't do the second is network and resources so that's really being able to build your network within your community but also outside your community but also thinking about how you can mobilize resources so when I talk about resources this could be financial resources or this could be like manpower or capacity then there's skills so now you've got this idea how do you market it you know how do you promote it you know how uh yeah how do you marketing promote it how do you coordinate or organize it for example then there'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so how do you build your experience around like the human rights framework for example um and then there's the growth mindset which is actually one of the struggles we really find sometimes with people among the community is that they have these amazing ideas and these compelling stories but um they they might lack that confidence to back back up their ideas so how can we help to move that confidence forward and then finally it's it's that vision and strategy which I think I mentioned through the sort of building of the leadership journey so we really try to focus on these areas uh through our work um to develop develop our fellows as hopefully community leaders um also just to sort of finish off um we do also have an alumni program and what we uh so we after the fellows have completed our fellowship they can move on to an alumni program and and we do offer further support so we do ask our fellows what else they need support in and we continue giving them that support but we also provide um we've just launched an opportunity fund and this is uh for our fellows to actually apply for some small grants to advance their um their projects so I think that's where the resource really comes into resource support comes into handy yea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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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 jean thank you 有甚麼影響力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組織 其實是甚麼都要談的 就是 總之 看看大家的議題是甚麼 大家去談 令到 如果大家有甚麼提議就去做 譬如 現在我們來的經濟很差 香港亦以前經歷過經濟很差的時候 那時其實是很差的 所有工友的樣子都很緊張 要找工作 好像很沒有希望 但是其實有機會可以聚在一起 很沒有希望之中 大家提建議 你又說不如我們走坊下合作社 又說不如我們做廚房做外賣 住此類 到會 不知道這些行不行 就試 總之就是大家提到甚麼 就大家一起去試 所以這些慢慢去試 或者整整一下又提一些意見 寫立場書 跟記者說話 甚至好見官 這個都是一些過程 來慢慢這些由本身覺得 是這樣的 沒辦法 去到整整一下會看得到 自己其實在體制裏面 我們都可以做些事去改變 這是一個經驗 大家一起去經歷的東西 當然在群體或公會組織裏面 一定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又要學法例 又要處理人事 又要處理個案 又要學怎樣說話 各個女人都說自己不會說話 誰知道每個訓練班都可以說得好 只不過是我們說清楚 最主要就是我們怎樣去掌握議題 怎樣去組織自己想說的話就會說得好 還有最重要是有個信 你相信那樣東西 有信心就會說得好 這些訓練我們都可以就著這個情況去安排 去互相學習 我想是這樣 今晚 而我們剛才看到的訓練 有很多人都說不知怎樣做 於是我都想 其實我們怎樣做呢 我只能夠說是合鄉分眾人之力 才可以做到這個訓練 那種其實合眾人之力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本身是一個做能力盤分的 一個民間基金 因為跟這些團體很接近 所以我們是非常了解他們的情況 需要 這一個是非常之重要 但是再回答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怎樣做呢 其實資源真的很重要 那所有東西沒有資源其實是推不到的 但是呢 又回到前一點就看了 如果不知道社群的需要 其實不了解 其實有甚麼可以幫到社群 其實就算給我們很多錢 我們也是做不到的 那我覺得我們的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我們很了解西群的需要 於是我們就拿著這些需要 去找不同的資源回來 那所以就可以有一個 兩年前有一個很新的嘗試 那當資源到位的時候 也是另一件事來的 我們這些參加者去參加我們的培訓的時候 我們都很強調 他來就不是 只是 我是甚麼甚麼機構的主席的身份來的 其實同一時間他都會帶著很多不同的 因為我們其實說的領導力都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其實一個人就是一個很整傳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在這個項目推行的時候 都會很強調一點就是 你不是只是為了一個機構而來 而是你同一時間 你都是好像我一樣 又是人家的媽媽的女兒 然後又是家寵物的主人 又是社會上面 負責投票的選民 即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多的崗位 所以我們都會很強調 大家來的時候都要帶著不同的身份 那 講多一點點例子 即我們其實怎樣去 去動色到社會的需要 就是我們搞這個計劃的時候 本身其實這個計劃都有一些 概念是很新的 所以團體來參加的時候 其實不太知道內容是甚麼 但我們都收到一個不錯的報名 為甚麼呢 我作為同事也是很驚喜的 因為大家就是看到我們說的那些情況 怎樣很燃燃 怎樣機構有很多個額問題 他們就是很聯合這些情況 所以即使不太知道 我們鄉芬說的是甚麼 參加那一刻 但他們都會很踴躍地報名 我想掌握到這個脈搏也是很重要 這部分的最後就是 我們其實在過程中 會很掌握這件事之外 的確我們作為一個民間基金 我們給資源那些機構去實踐 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萬事沒有資源 真的會變成沒有時間 跑來調會很低 我們可能後運就有這個身為 就給大家資源 沒有藉口 有這個空間實踐去試 那其實三位都說得很好 其中我想說的是 不單止說的是我們的手 腦子 心 腦子就是要明白到究竟他們的處境是甚麼 去有共同分析的能力 然後去想一個很可以走的路 去拆動改變 心就是怎樣可以互相關顧 有那種感應的愛 那種一切 我們一切是命運共同體 在我們怎樣可以互相幫助 就算我們現在在一個很低的環境下 我們怎樣可以互相幫助 令到大家可以去到一個高的位置 手的能力當然是怎樣去 說的是 拍傳單 對 怎樣拍傳單 怎樣找多些人 怎樣找多些錢 怎樣說一些 相似的故事 怎樣說動人的故事 可以多些人去支持自己 這三樣的範圍都是很重要的 而其中大家都有說過 其實有時候我們想改變的事情 是很遠很 望上很遠很難的 所以也要很著重過程 怎樣每一個人能夠 可以得到感覺被尊重 感覺他們每做一分力 其實都是有一些少許的改變 終然是很少的 所以在過程之中 互相能夠聆聽 亦都可以一起去 慶祝一些少許的成功 一些我們又不做不到 變成做到一點 這個互相鼓勵 一起的過程 其實都在培訓裡面很重要 而不是純粹是 有個很高都在上的人去想 究竟你應該要 1 2 3 4 5 6 7 我們就要去培訓 所以這一個 我看到在三位的分享裡面 都有很共同的特質 但是說到沒有時間沒有資源 可以 賀芬就很幸運 拿到一些資源 其實除了講錢之外 其實怎樣去找到一些 有些甚麼資源 其實是需要可以幫助 群體去建立領導力的呢 錢都是實際的 因為其實你要有人手 是的 因為很多這些邊緣團體 都是只有一個蓋蓋十個鍋 所以全部都是很沒時間 相信我想這裡的參加者 狀況都是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多一點的支持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都是有很多 尤其是現在香港的時勢 很多很有心的年輕朋友 是的 都很希望大家來做義工 做幫忙 還有有很多故事 很多故事 譬如剛才Carmen說的那些 我們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大家可以幫忙 又說一下Carmen他們關學聯的故事 有一些的 譬如難民朋友 或者是愛融 一些的婦女 這些故事 都是很需要大家去引起 多一點的社會關注 和社會的共鳴 就是剛才我說的 一個粒子 如果大家可以幫忙去關心 和幫忙寫東西 就可以推動到 多些人去關心關注 這樣 我想在座每一個人都非常重要 懂畫畫的就畫畫 寫東西就寫東西 拍照 總之我什麼都殺 那請大家幫忙 好 大家可以選好嗎 好 好 我再加上一件事 我完全同意 跟Fish說的 但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另一種資源 其實是人力 我認為很多的 除了資金 你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實有很多 有很多人 需要別的資源 相信 相關注 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也想要做一些事情, 我认为, 其实,小段时间也能做出很大事, 所以,像菲娃所说, 你能做的, 如果你是想要做的, 或者听到的故事, 但是在社会中的社会, 或者分享到社会, 或者说到你的朋友们, 这些小段时间都可以帮助 讓這些社會主持人 提出認識的原因他們正在掌握 所以再加上這一點,謝謝 Jane,Jane 我都很快說一下 我想最終都是回到人那裡 對於我們來說 怎樣去培育人 怎樣去有個空間去敢於說自己的需要 敢於去跟不同的人 讓他們去見到一些邊緣的社群 這個也是很重要 避看見 還有能動的能力 好,我們到現在為止 不如我們去看看參加者提出有沒有提出一些問題 或者提出一些意見給我們討論 那敏… 給點時間 好 或者如果是這樣 我們可以再說多一點 好,我都想問一下Jane 就是這個 巨性別角度的領導力 其實 也都問一下另外兩位嘉賓 那究竟 甚麼叫巨性別角度的領導力呢 究竟 性別跟邊緣群體的領導力有甚麼關係呢 大家可不可以再說多一點 非常好的問題 也都是非常難答的問題 哈哈哈哈 其實這個 據性別角度的領導力 這個概念 其實是來自於外國的 其實我們HERFUN的一些前輩 是出了一些外國的會議的時候 就從其他國家的朋友身上 就知道有一個叫 Transformative Famous Leadership 的概念 就是去 好像剛才我那個介紹那樣 然後我們HERFUN的執委 一些前輩就覺得 哇 真的很適合香港的組織者 而香港是未見到 在廣東話的社群裏面 是有講到這個這麼具體的概念的 所以我們就嘗試找資源去做實踐 所以我們講的 其實我們做翻譯的時候真的很痛苦 其實真的要翻譯的話 就叫做 變革型的女性主義領導力 其實可能用這個名字都不太知道 但是都可以說 我們這裡的有性別角度 不是真的說那種生理性別 男 女 那些 而是在過程裏面 他會不會有一個對權力關係的意識 是很重的 他會不會很著重 他那個個人內在的力量 他有沒有一個很好的自省能力 都是回到他個人身上的那種領導力 那就是不是一種很事公式這樣去說 我們要去達到一個 只是達到一個目標 而忽略了所有的過程 我們就是在說這一點 人家說變革 我就問問題 你說變革是什麼 什麼變革 其實這個變革 我們的信念就是 其實我們採到的 都是很希望看到社會改變 很希望一些邊緣的社群 是因為社會改變 而不會再有權利被摩擦 可以追求平等公平 所以那個變革 首先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是的 就是那個轉變 就是你個人怎樣可以轉化 你剛才說的 留到一些空間給自己 去轉化 去看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 先要從個人有這個轉化 然後就會帶動到 好像粒字一樣 帶動到這個社會的轉化 所以即使可能我們大家的理念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可能我們集中 多些就是怎樣在個人轉化上 身上發動 即是內在 內在的 執拾自己 執拾自己 然後再去改變 或者補充一下 可能未必是先後次序的 其實是 我們看到很多組織 或者很多資料 他們都會著重你那個 你達不達到目標 是嗎 改不改變到某一些東西 你數不數到多少 這樣 那很多時候 個人的層面 即心的層面 其實很多時候就被忽良 所以正正是這樣 我們那個 女性主義的領導力的培乏 反而想放多些資源 在他們的異生作則 怎樣可以從內在裡面 體現到他的理念 一件事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夠做到 表現到你想改變的事情 那些人的樣貌 又怎樣可以拆動那個改變 怎樣可以承認別人呢 所以 那個比重會多一點 在這個方面 是 那或者 你們也先說一下 我有問問題 那我再開 Zoom那裡有沒有問問題 有 有一條問題 想問問各位 雖然 推動的時間不長 在推動女性領導力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社會上 一些甚麼困難 或者阻力呢 嘩 嘩 很多 好 好 那 雨仔看到你的樣貌 勁多 哈哈 講個最最最 因為我做 家務公外容組織 第一 就是更加沒有時間 因為星期一至六做事 有四小時隨時後命 明星期日 老闆都要叫你煮完早餐 才能出來 還有 因為我做了國際的一個會 我們有一些 家務公在 譬如中東 馬來西亞 甚至是星期日都沒有假放 你想像一下 一年內三百六十五日 天天做事 然後在一個私人家裡 是的 這個其實是 關於 一講到 譬如家庭員工一定是女人 而這些事情 一定做家務是沒有價值的 就算我給你錢 也是給你那麼多工資 甚至是不給你錢 這個是本身整個 我們傳統對女人 對家務 對照顧這麼重要的工作 但又看不起那種 一個很大的問題 希望那些甚麼經濟學家 政府 希望重新計算 那些GDP 國民生產總值 計算這些家務在裡面 否則 我們的姊妹一直都會被壓榨 就是 我們這些姊妹如果做工會 真的很辛苦 晚上十時去開會 星期日跑幾個地方 真的很辛苦 另外一個婦女的 有時候 譬如我之前做本地監獄助理的組織 第一個困難就是 他們來工會開會 經常都要騙老公 我出去買菜 然後走上來工會開會 有時候家庭的阻力很大 就是 總是覺得 不想老婆厲害了 老闆又很怕 很害怕外傭去認識朋友 或者做一些事情 覺得 你笨就不行 太聰明又不行 這個很大的阻力 這個是 不過當然我們是透過 搞一個會 導致慢慢的姊妹很聰明 懂得怎樣跟老公說 怎樣跟老闆說 慢慢找些機會 看電視的時候 慢慢跟她聊天 然後她說 其實我也有去工會 做甚麼 或者在會裡面 有些活動有 叫老公來幫忙參與拍照 或者老闆幫忙做一些參與 令到她們都明白 這個工友 或者是她的老婆 來參與工會做甚麼 這裡只不過是很多的困難 其中第一步的困難 其他那些我就… 過夜都說不完 好… Sarah… back to what Fish was saying, time sometimes is a really big challenge to a lot of the people that we work with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should be aware of and on top of that they may also be working hard to try and raise awareness to the cause that they're trying to tackle as well. I think that is definitely a really big challenge and I think what would really help actually 是如果我們能夠提升這些挑戰 而解釋一下 人們的融合性和不同的遺憾 以為能夠支援 每一個人的一種更好 對於我們來說 社會如何影響女性領導力的推行 其實本身這個議題已經很邊緣 明明性別是一個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但我們去推性別平等的時候 就成為一個邊緣的議題 變成了我們最大的衝擊就是 性別也很平等 你們還做這些事 其實我想是怎樣令到整個社會 這個關乎每個人都要面對的議題 其實它一樣都是這麼重視 而重視的前提 它看到那個是一個未去到我們想看到的 畫面的一個情況 就是怎樣令到多些人去關注這個議題 是我們去推的時候最需要去留意的 大家都說到很清楚 就是如果大家很重要 其實那個看法和根深屁股的觀念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多一些交流 多一些去做一些關心身邊 不是你的群體的人的狀況 然後去做出一些小小的改變 都可以幫到很大的忙 所以我們就不ское會支持 所謂的不一樣 該不會去看我 其實就是我們有所在的 所以我們會吃的是